为什么女性离患亚织海蜜症或相关痴呆症的风险更大,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攜带与亚织海蜜症相关的特别基因?A.B.4 为什么女性离患亚织海蜜症或相关失智症的风险更大? 亚织海蜜症是一种复杂的神经退化性疾病,具有多种危险因子。 由于多种因素,女性面临更高的风险。 在本集中,我们探讨了女性一生中离患失智症风险较高的一些原因。 更连其对亚织海蜜症风险的影响亚织海蜜症对女性来说是一种独特的挑战。 事实上,被诊断出患有亚织海蜜症的人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女性。 科学家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更连其如何影响认知能力下降。 了解风险因素年龄是亚织海蜜症的最大危险因素,女性往往被男性长寿。 2020年,有420万女性患有失智症,而男性值为270万。 客观地说,这意味着在所有6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失智症仅影响11%的女性和9%的男性。 科学家们仍然不确定为什么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但年龄,生物因素和社会影响都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中发挥要作用。 更连其的作用人们认为,了解女性尼环亚之海蜜症的风险与更连其荷尔蒙的变化密切相关。 围绝经期通常在45至55岁之间开始,可持续7至14年,标志着更连其的过度。 在此期间,卵茶产生较少的刺激素和黄体酮,有助于保护大脑。 这些海尔蒙的减少与认知功能的潜在下降和亚之海蜜症的风险增加有关。 探索治疗方案 刺激素治疗被认为可以降低更年期早期失智症的风险。 但与你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以确定风险是否大于效益非常重要。 吉他建议65岁以上的女性和已被诊断出患有失智症的女性不要使用荷尔蒙疗法, 因为认知症状可能会恶化。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荷尔蒙疗法如何影响大脑健康, 以及是否有更安全的治疗方法。 当我们等待更多关于更年期对大脑健康影响的证据时, 采取全面的预防方法很重要。 这包括改变生活方式, 如充足的睡眠, 良好的饮食, 定期运动和控制压力, 以减少压之海蜜症的危险因素。 作为整体预防策略的一部分, 保持社交联系, 保持精神活跃并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也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